人标题李浩飞上快本 太发现场甩脸还白眼加威谢娜都忍不了 说起快乐大本营 估计很多人对这个综艺节目都不陌生 谢娜和何炅也成了不少人对快本最大的记忆 不过前阵日子谢娜由于怀孕的原因 缺席了几次快本 这时候来了一个代班主持 着实让不少人怀念谢娜的表现 没错 他就是李浩飞人长相虽然很清纯 但是也许作为一个新人 想要在快本这个舞台有更好的一个曝光 他有时候主持显得有点过 为了获得更多的曝光 所以在节目当中表现是比较刻意的 同时夸张得很 这自然让很多人不喜欢他主持的风格 在此前代班主持的时候 李浩飞就因为不懂事 挡着小月月的镜头 而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嘲讽 在这一次节目中李浩飞变成了固定主持 而月云鹏也带着团队来宣传自己的新作 李浩飞终于有一次机会 可以和月云鹏道歉 当然 月云鹏选择了原谅他 不过李浩飞才和月云鹏刚刚道歉完 这就因为一件事情 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在节目的一个环节内容是表演一个情景剧 谢娜在表演完之后让李浩飞上台和女网红刘胜英半眼撞了山的同事 但李浩飞的表现实在是让谢娜掉假 李浩飞真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强袭 表演的过程当中表现得相当拽而且超凶 甚至选择用鼻孔冲人的这个动作本来就很嘲讽了 不过刘胜英比较适去 立马装作狠切生生的样子 问长远谁的衣服比较好看 但这时候刘胜英都还没有说完话 李浩飞就走到了刘胜英旁边 把他挤开问长远谁的衣服比较好看 而且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李浩飞还不断的白 态度太拽了 而且后来李浩飞说的话 也是句句针对刘胜英 虽然我俩穿的一样 但我比你高些瘦些 不过还是你好看 虽然表面上是在夸人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啥意思 而且当刘胜英回对李浩飞一句 是吗 闺女的时候 李浩飞更是现场甩脸还白眼嘉宾 太牛了吧 而一旁的谢闹看着台上的李浩飞的表现 都表示看不下去了 表情也已经从一开始的开怀大笑道 变成了 有一点苦笑看来 真是负不起的阿斗哦 你喜欢李浩飞这个代案主持吗 欢迎留言讨论哦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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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感谢观看